他不知道在这方面有所节制 反而呢就一直的一直的 就是非常无度的 而且是非常怠惰的这个放荡 所以呢导致到最后呢 他变成一事无成 而且老年非常非常的可怜 所以这边呢告诉我们说 凡事都要有所节制 不管是钱财 不管是本身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都没有关系 但是一定要节制 没有节制就会过度 过度之后其实对本身 对于很多我们要去做的事情 都没有办法做 好那再来哦 这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这个耗力不应 隐形五度的这个时事之士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 第十四章的 回心腹效天理环的时事之五 好严谈老师念一次 各位同学来跟着老师念一次 诗心诡诀 宠恶如流 好再一次 时事之五 诗心诡诀 宠恶如流 再告诉我们说 凡是对自身的利益来决定 自己想做什么事情 对自己有利益的事情 他就来做 对自己没有利益的事情 他就不去做 而且呢 很喜欢做一些不好 不善良的事情 因为呢 他做了不善良不好的事情 这些事情呢 他假如对自己有利 他就说没关系 只要是对我有利的事情 我都去做 尽管这件事情是对别人不好的 他一样照样去做 诶 这样的人呢 怎么样可能就会受到上天的惩罚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接下来 恰恰要跟大家讲这个故事哦 是一个同一个人 同一个主角 可是你就会看到他 孝心或天赐 当他这个孝心 是真诚的孝心的时候 他所得到上天的恩赐 是真实的 而且是满满的 可是当他呢 这个孝顺的心不是真实的 那上天又不会知道 也会哦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不孝受天前 是你们看这个人哦 他的变化一下哦 好 有一个人家做了这个 乔归年的哦 以前的人有个人家叫乔归年 他很会写这个转字 那呢 因为他养活他的母亲嘛 所以呢 他就去这个 呃 街坊上这样子写转字 写字啊 然后卖字 这样子来呃 买东西送 买东西 买母亲喜欢吃东西来给母亲吃 所以他就非常非常的孝顺这样子 可是呢 那任凭他怎么怎么写啊 就写转字而已嘛 他就只能这样子养父母亲 养母亲而已 啊 还是养不 还是养的不是很好啊 因为一点点钱而已 所以呢 他就想说 哎呀 我真是不孝啊 我怎么这么大的一个年纪了 还没办法让我的老母亲 过得很安详的晚年 我没有办法让我的母亲 吃得好 穿得好 住得好 于是呢 他就非常上心的 就向天哭泣 哼 哇 怎么这么不孝啊 怎么会让母亲 我的老母亲 哭这样的生活啊 都是因为我自己太穷了啊 怎么办啊 真的 结果呢 原来这样非常非常真诚的心 就感动了这个上天 于是呢 他呢 就在某一切呢 在他们家的门口 就发现了 什么 一百万钱 什么一百万钱 就是一百两的黄金这样子 哇 他就很开心 他说 哇 真的呀 真的是上天要试给我的吗 然后他就很开心很开心 这个 怎么 母子啊都很开心 于是呢 他就拿这个 这个乔闺女就拿这些钱呢 就买最好的 用最好的 然后住最好的房子 全部都是来奉扬她的父母亲 来奉扬她的母亲这样子 哇 然后就这样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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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十几年之后呢 她的母亲呢 就寿终正寝了 就这样 就 怎么是寿终正寝 这段往后 就是已经 龟空就死掉这样子 然后啊 百岁年后之后呢 哇 这个 乔闺女呢 因为之前的 神仙所赏试的那些钱 也就在他们 在他吃好喝好 住好了这段时间呢 怎么样 全部都用完了 所以当他母亲过世之后呢 他又变回这个 一贫如洗的这个 非常非常穷的人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 他又开始呢 又开始埋怨上天了 他说 哎呀 哇 到底做什么事啊 上天会让我这么的穷 穷成这样子 真是无天无礼这样子 结果这个时候呢 就出现一个神仙啊 这个神仙就跟他说 乔闺女啊 乔闺女 你原本应该是 冻死的命啊 那是因为你的善心 所以呢 上天赏赏给你这个 一百万的 一百万的 一百两的黄金 要让你这个照顾你的母亲 在当下你是很诚心 很孝心的 结果 现在你母亲死了 你自己变得这么了倒 你竟然是怪罪到上天了 那可见你当时的 孝顺父母亲的心那是不对的 那是不真诚的 所以呢 上天为了惩罚你 又再把你原有给你的这个福气 又再就收回来 哇 这个时候 乔闺女就想 我错了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可是来得及吗 对不起 来不及了 所以呢 乔闺女呢 乔闺女呢 从 就是从那刻开始到老年死掉之后都是一平如洗 而且到最后是非常可怜就冻死了这样子 所以我们说我们人啊 随时随地要保持最完整的正面思考 然后凡事都以真诚的心来对待 这呢 一定终究能够感动到上天 好吗 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十四之五的 诗心诡诀 从而如流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第十四章的回心副校庭 李环的十六 十四之六 好 老师念一次 各位同学来跟着老师来念一次 爆满失礼 焦重无德 武亲 拟亲 伤亲之心者 好 再一次哦 十四之六 爆满失礼 焦重无力 武亲 拟亲 伤亲之心者 哇 你说为人辞礼的 对待父母亲平常要是非常傲慢无礼 而且呢 是心得非常焦重 而且本身没有得气的话 那这样子不仅哦 而且都不听母亲的话 也不听父亲的话 都常让这个父母亲很伤心 那这样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孝顺的一个孩子 同时也是一个不孝不孝的行为 所以这些的动作 我们一定要能够去时刻的去反映自己 诶 我会有没有对父母亲很焦重 有没有傲慢无力 然后呢 有没有常常让父母亲很难过 有没有常常不听父母亲的话 诶 这是我们要赶快去反省自己的哦 好 我们来看哦 你看说 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这个恶媳妇的这个 你叫做因果循环哦 事情一定会有因果循环 我们来看这个恶媳妇 就是呢 就是在清朝的时候 有一个叫刘真 这个刘真呢 她娶了一个太太 太太 她现在娶了一个太太 那刘真的太太呢 非常非常哦 非常非常的 对这个婆婆 非常非常的 不好 怎么不好呢 她认为说啊 这个婆婆啊 已经老了 不重用了 而且呢 只会吃 每天只会吃 只会睡 然后呢 也不会帮忙做家事 所以她就呢 怎么样 就对她的不好 然后嫌她老这样子 然后呢 因为这个刘真啊 长期在外工作啊 所以她也不知道说 回来的时候 她也不知道说这个 她的媳妇 跟她的娘啊 有没有相处得很好 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好 但是因为她长期在外面 所以她也不知道 真正的情况是怎么样 所以她一直认为说 哇 原来她的媳妇 对她的娘非常好 她就很放心的 就是常常在外面工作这样子 那这个恶媳妇呢 恶行有多么的 有多么的让人家觉得很生气呢 好 我们来讲这个故事 这个恶媳妇就是常常都会 冒她的婆婆说 啊 你这个老啦 没有用啊 然后呢 也不早点 就是早点升天啊 来这边呢 来 你就留在这边来 这个欺负我们啊 什么什么 就讲了一些很难听的话这样子 而且她还知道这个 这个母亲哦吃素哦 就是她的这个婆婆 她婆婆是吃素 常年吃素哦 常年卤素这样子 可是这个恶媳妇呢 就非常过分的是哦 她就故意哦 就在汤里面哦 就故意加入这个肉块 然后呢 加入肉块 然后呢 就告诉 加入肉块 然后就要给婆婆吃这样子 结果啊 这个婆婆一看到就说 哎 媳妇媳妇 这里面有肉啊 妈 我不能吃啊 她说 哎呀 婆婆啊 我不小心放进去了啦 你吃一点吧 没有关系的 那个好 你不吃的话 这样会浪费食物的 哇 这个她婆婆就很难过 她想说 我就明明吃素 为什么还要逼我吃这个东西呢 你真是大不孝啊 可是她婆婆就没有吃饭这样子 而且常常这样子 去欺负她的婆婆 对 那9月9日之后呢